缠花软粘绑法教程 首先准备好做好的花瓣以及装饰部分,把它们依次绑好 绑花之前可以这样弯折一下花枝,方便更好的调整造型 剩余部分的铜丝需要多绑一段距离 注意用线紧密的缠绕铜丝不要留缝隙 顺便可以调整一下花朵造型会更好看 然后把铜丝打开修剪一下铜丝 像这样用斜着的方向修剪 然后继续缠绕铜丝 缠绕到需要的长度之后剪掉剩余的铜丝 然后继续用线往回缠绕 大概缠绕1到2厘米之后弯折缠好的铜丝 留出一个圈圈之后继续缠绕折叠处的铜丝 用线完全覆盖住留出来的铜丝就可以了 最后打结两次进行收尾 线头用打火机烧一下就OK了 这样一个软钻就完成了